再看到花联县府社会处表示 112年度在112年3月29号 修正花联县府重阳节敬劳礼金发放实施要点 通过增加发放对象以及金额 以及汇款还有现金发放 并行作业程序 花联县政府112年度重阳节敬劳礼金 这阶段发放对象完 112年10月23号年末65岁到84岁长者 民国17年10月23号到民国27年10月24号 涉及本县三个月以上并且实际居住 却已发放金额礼金时上建债者即可领取 目前县府统计符合资格的长者 年末65岁到84岁发放人数计为55,964人 其中汇款人数计28,948人 总经费17368,800元 由县府违请台湾银行花联分行汇款转账 请于长者在112年10月29号之后 确认重阳礼金是否入账 指定个人账户 前户籍所在公所通知长者到公所改领现金 65岁到84岁现金领取者 预计27016人 总计经费16209,600元 本府违请本县1334公所发放 考量各公所内部程序及业务执行及悬务工作期间 与人力有限以及物力规划妥善发放序齐程 换详细领取方式时间地点 请民众恰询户籍所在的盖地公所 既然许正会特别进行长者们外出领取进导礼金 注意天气变化以及保暖 县府也会结合1334公所 并且针对独际长者提供高低温 极端气候加强关怀资源连结以及转接等服务 有尊敬的在地老化 建立幸福友善乐伙的城市 记得请问华少尉老